昨天投信进涨点还玩我们一天哦 你看昨天这个投信买 那我们前天就已经买进 是一样领先法人 所以我相信这个后面还会持续大买 创围跟原项都涨超过一倍 它股价其实也才涨大概50来%而已 所以我相信还有一个补涨的行情 欢迎来到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坚持直选精品股 并且是最能掌握股市精品股的 郑瑞宗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三个月目标前进99%的获利 你跟上了没呢 现上车的就先赚 早买早赚 这个叫什么 先买先享受 但是满来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波赚钱的机会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赚 因为跟着坚持挑选 股市中最强精品股的 郑瑞宗老师的每一位会员朋友 现在都在持续大赚中 投资人 现在你一定要马上动起来 千万不能只是收看收听节目了 因为在第一时间跟上来 你才能够真正的赚大钱 所以现在你的动作就是 马上加郑老师免费的官方LINE来咨询 如果你是收看我们YT的投资人 看到我们的画面上有我们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拿起来扫 那如果你是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ID加起来 ID是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赶紧跟上来 三个月就收割99%的获利绩效 那么接下来投资人要怎么聪明布局呢 赶快来请教国师答案珍瑞宗老师 那么这几天的市场越来越热闹 以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间12点大概45分 是 成交量大概预估有4500亿 嗯量上来了 对那昨天的量也不错 昨天的量是4369亿 所以是不是跟之前那个美国降息之前啊 对 动不动就是2000多亿 对2000多亿 这一下子就4000多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先预告过了 就是说当那个降息只要大势底定 嗯 后面 钱就回来了 是 钱就回来了 嗯 因为大家之前不是说没有钱哦 是 说大家都在等 都在观望 对就是说你要降一码还是降两码 到底今年要降几码 对 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是 因为不确定因素还在 对 嗯 所以当不确定因素一解除之后 对 不只是钱回来 嗯 降息是什么 就是印钞票 是 就把钱又放出来了 对 资金又开始溢注了 嗯 而且呢 我们从这个PowerPoint的字卡来看 是 那不只是美国9月份降息嘛 嗯 10月份 极有可能搞不好又要降两码 嗯 所以今年今年可能至少会降到四码 哇 所以你看就是说 哎 美股最近稻穷创新高 标普指数也创新高 对 那个资金行情它就已经很明显就上海了 嗯 而且不只是美国 中国也强力救市 是 有降息又降准 嗯 那我看呃 这个相关的报告说 中国这个就是大概放出一兆的人民币 一兆的人民币哦 所以现在是美元也放水 对 然后人民币也放水 嗯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资金其实它是有外溢的效果 是 然后日本央行也决定暂时不省息 嗯 所以钱呢不断的放出来 是 加上原本官望的资金一回流 哦 所以这个整个资金就上来了 嗯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昨天台币9月25号 是 一口气大升 1.269 嗯 那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是比较 昨天大幅度升值之后 今天是比较没有太大的波动 你看这个就是平凡附近 平凡附近 是 好 但昨天呢 这个大幅度的升值 外资总共哦 在昨天就贿赂了10亿美金 嗯 所以很明白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 第四季会有什么 资金派对 对 就每一次经验都是如此 嗯 第四季呢 哦 就是业绩最旺的一季 是 然后两大国的央行都在放钱出来 嗯 然后到年底呢 又会开始就说 他会反映明年的题材 就接着后面后面要所谓的做梦行情了 是 所以所有的最好操作时间点 就在这个时间 对 最好赚就在第四季 就是现在了 又放了这么多钱出来 对 所以大家等很久 闷很久啊 我们那些法人朋友之前闷死了 八月股灾九月份上半个月都在等年主会的降息 大家大概都趴在那边流口水 每天在那边睡觉 在等说赶快降息赶快降息 等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是 怎么算大肆底定 嗯 所以大家现在都很积极的到处互相在 讨论说 哎 有没有什么好标的啊 去拜访公司啊 你call这家 我call那家 大家互相分享 嗯 所以大家都在找标的 所以很多股票就会开始一路 蹦蹦蹦蹦蹦就上去了 嗯 所以 再来就说10月17号台电要法说嘛 嗯 那我就说法说前 你会先上千元了 所以昨天其实台电就已经来到一千块了嘛 对 那 今天台电的股价来到一千零一十五块 是 也创了这个波段反弹的新高嘛 嗯 那我相信法说前会去挑战那个1080高点啊 是 所以如果说你还套在那个天花板的那种平楼的 是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很快解套 我想很快就会赚钱 嗯 好 因为他第二季的财报 实际上的 营运数字跟财报数字应该要优于他之前来猜测 嗯 然后 甲骨文 甲骨文之前 就说 呃 那个他就跟那个黄仁勋说 拜托 嗯 多收我的钱 是 给我多一点GPU 嗯 所以甲骨文又在呼吁说 GPU的产能应该要增产 嗯 问题是增产不是回答的问题啊 嗯 增产是台积电的事情 是 台积电不是在增产 有啊 明年资本资本支出上看一点 哎 哎哎 抱歉 明年资本支出上看大概 呃 400亿美金 嗯 大概1.2兆台币 是哦 以过去这几年哦 大概2020年是5500亿嘛 然后之后9600亿1.16兆 9730亿 今年大概1兆的台币 明年上看1.15兆到1.2兆 外资预估大概上看400亿的 美金的资本支出 嗯 几乎是超过1.2兆 是 所以这非常可观啊 所以台电这么大的资本支出 在干嘛 在扩产嘛 嗯 主要在扩所谓的 CORUS的先进封装 明年要扩一倍 是 一倍 所以当甲骨文这样讲的时候 代表也就是说这一些 所谓的网通大厂 做资料中心的这些 在军备竞赛级的这些player 持续还在大力的扩张当中 大家都认为远远不够 嗯 所以我就说 辉达的股价没有问题 台电股价也不会有问题 是 法说前 我相信就会挑战 这个新的添加 嗯 所以住在那个顶楼 楼顶的 忍耐一下 你很快就要赚钱了 是 然后呢 回到刚刚这张这个图卡 我说那当台积电的法说 会有四大组群受惠 是 比如说他的相关的设备股 设备股 他的相关的特化材料的部分 特化材料 嗯 然后CPO细光子的部分 是 CPO 以及跟台积电的产能状况 绑的非常紧密的IC设计 郑老师最拿手的IC设计 这四个族群 是 都受惠 都会轮流表现 哦 所以你再来就会看到 就说 今天涨设备 明天涨特化 后天可能涨CPO 那再来可能IC设计股 又接棒又上来 相互轮涨 对 那可能每一天会涨的 就这几组 那有时候这个休息换那个 那个休息换那个 你发现这几组 他就一直往上 嗯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 我说的就是说 你要买对主流 买对趋势 买对方向 才能事半功倍 没错 买对金平股 对 那你如果说买错了 那个就很吃力 比如说央行打房 你去买银剑股 那你就会很吃力 是 对 我想这是一个例子的 嗯 然后回到大量 是 这就是我说的台电的台积链 台积链的供应链的 其中一个分子 嗯 那 今天是分盘第二天 盘中高点129 涨4% 是 你看这个分盘交易 也没再跌的 对 就跌不下来 嗯 我只能说要跌有限 万一真的不小心跌多一点 对 那是天上掉下来 以后要给你减 是 那我们是买在78 最高到132块半 总共赚了70% 嗯 7成了 7成了 如果今天不是遇到分盘交易 对 搞不好现在已经8成9成 是 我认为很有机会 嗯 因为呢 他不只是CORUS的设备 刚刚开始出货给日月光 现在叫做现在进行市 是 很多比如说 CPU或者是FOP 都是未来市 都是希望未来出货量会整个大暴震 但CORUS的设备现在是现在进行市的 而且明年出货量是今年的三倍 嗯 业绩是看得到的 是 而且明年还有FOP 和皮尔设备 三出型封装的设备 然后PCB的相关的砖孔的设备 它本来就有明年接单又打着 嗯 所以这三个区块明年都大好 那获利上修到明年估计可以超过10块钱 所以我就说 哇 本益比怎么会只有大概12倍多 嗯 不到13倍 你一个台积电供应链的股票 对 一堆什么君华君豪啊 万润啊 星云啊 红素当初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本益比都是50倍 60倍 70倍左右 嗯 对 560 70 嗯 那它当初是PCB的设备厂 本益比低 OK嘛 嗯 但它现在不一样 人家是打入台积电 出给台积电 出给日月光 嗯 不只CORUS FOP RP 接单 都有啊 是 所以它会有一个本益比的 大幅度上修的行情 嗯 从十几倍上修到二三十倍 我认为非常的合理啊 是 那现在十二倍 如果上修到二三十倍 那不是股价都还有可能还要再涨超过一倍以上 对 哇 空间很大 我认为这空间是非常大 是 所以今天不只是赚七成的 我相信后面搞不好可以赚到 搞不好一两百%以上 恭喜会员朋友持续大赚中 所以这个大量部份 我们就是持续 大赚 续报 好 那等到快关出来再说了 是 我们持股就续报了 好 那也不会说啊 翻案交易叫你赶快去加码 也不必 就等他先关一下 好 好 那另外我们之前有说另外一档台电的特化的供应链的4XXX 对 4开头 就4716的大力 4716的大力 那今天早上 甚至在9点出头的时候就一度拉到亮灯涨停 没错 亮灯涨停来到33.25 不过可惜是今天创高 哎 又有点这个获利回土的卖压 又打回到平安附近 是 但是我想就是说 这种比较低价股票 嗯 你会看就是说它当冲比啊 可能都是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 是 所以有时候是隔日冲 有时候当冲 创高报大量拉回隔天再往上 这是常见的事情 嗯 不过就这种形态来说的话 你看这个今天就是一个创高的走势 是 代表趋势还是往上 嗯 而且我们是当初从27块买之后呢 今天算是这个波段的第三根涨停板 是 到今天最高点33.25元 也赚了6.25 总共23.1% 是 照这个输不下去 我想要赚三成也并不难 嗯 而且呢 嗯 它也是间接 它的特化材料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 我简称叫台积链 是 那重点是今年呢 赚两块半 嗯 那股价只有三十来块 本元比算算不是只有十二倍吗 是 明年要赚超过三块钱 所以它就跟大量一样 就是说 你去哪里找 就是说打入台电供应链 那本元比只有十倍出头的 而不是五六十倍的 嗯 中国并不多啊 是 它不只本元比低 而且它绝对价位又非常低 嗯 一张三十块 三百块 嗯 人人买 对 大家都能买 嗯 所以呢 以我经验就是说 当你转机 很强的股票 你股价又低 那本元比又低的时候 股价越低 那飙起来速度越快 是 所以当初你回想 就是说当初那个金站 哇 是怎么飙上去的 对 二零七零的金站 一下子股价从大概五六十 飙到一百二十二块半 嗯 就是因为它 它叫是五六十块的低价股 是 飙起来就很快 嗯 四五四二的 科教当初也是嘛 一下子从大概七十几块 飙到一百一十四块 对 但是我们这两档都在 三四天前的绝对高档 我们都出清了 四天前高档绝对出清 你看这个科教 哇 今天已经跌停板 嗯 来到八十九点九 大概九十块钱 是 我们是四天前出到一百一十五块 高点附近 今天剩下大概九十 对 当时出的漂亮 嗯 所以就是不是只要懂怎么买 有时候你在一个短线的高点 你要懂得要跑一趟 没错 一下子差了二十来块 是 那题材都不变 拉回会找机会再买 懂 但是呢 短线我们把资金出来之后呢 让它先整理一下 资金就转去其他股票 继续标去了 是 所以这个标股就是要一档接一档的做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跟对老师了 郑瑞宗老师的Lite 你加入没 赶紧加入 我们是免费的官方Lite Lite的ID是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来 在你的手机的Lite的ID上 帮我打上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要带你上车 也要懂得下车 所以跟对老师真的好重要 我们Lite的免费官方Lite赶紧加起来 我再说一次哦 ID是小老鼠S168178 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那再来我说CPU也是主流 那联军的部分今天盘中201涨6.3% 那这个价位其实就离三天前的高点201.5元 也不就差五毛钱 对 差一点点而已 也就是说几乎随时要过高 对 又要过高 那9月20日后估计会大好 有可能增加大概两成以上 那价速创新高 明年现在以现在所掌握到的接单状况 明年获利可能上修到12-15块钱 是 这个获利应该会稳稳超过6412的光盛 为什么一直举6412为例子 因为光盛是今年股价涨到最高的最强势的光通讯的股票 最高558块 现在股价都还有大概380 几乎还是联军股价的一倍 光盛今年大概赚11块 明年可能差不多 联军明年获利应该会追过光盛 但股价只有它的大概二分之一 所以我想逻辑很简单 就同样的族群 那如果说明年获利比较高的股价只有一半 那是我 我会卖这一遍去买这一遍 所以就说这会有一个比价效应 未来价差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最后中午一天股价会追过去 所以联军的部分 我们仍然是认为是光荣讯的首选 那华金光早上来到148.5 因为涨了4.6% 那再来因为有吉丹加上旺季 再来大概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营收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股价我想很快也就会去挑战新高 另外上全部分 今天早上高点191也涨到3.2% 它的台积电的LPO的产品 第四季就会出货给台积电 明年陆续CPU的部分就要出 所以这个业绩开始要 实现这个所谓的CPU LPO的题材 那昨天就已经过历史新高了 过高拉回今天又开始往上 那我相信技术面占稳200就会加速了 所以这个光荣讯这三个股票 我相信再来股价都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们的看法都不变 好 那挨设业部分呢 昨天伟权店其实盘中一度是亮灯涨停板 2436伟权店 然后今天早上来到69.8元厂 2.88又再创 这一波反弹以来的新高 算是创高之后稍微有做拉回 但是很正常 就是强势股创高隔日冲洗一下 然后之后还是要再创高 因为它的库存 都是最高峰的17.6亿 疫情时候的最高峰 降到剩下6.58亿 所以少了10亿 那换算剩下2.3.9个月的库存 大概2.4个月的库存 库存已经不多了 那同时呢 这一波原相跟创为都涨超过一倍 因为他们都库存都降到一个多月 而且他们都是Switch 第二代Switch Switch2的主机的供应商 股价都涨一倍上来 但大家忽略掉的是 伟权店也是Switch的一个供应商 它也接到大单 所以第四季投片 我很确定大家增加了三成 第四季可以赚一块多 明年上海五到六块钱 而且投信昨天大买1425张 昨天投信进张点 还玩我们一天 你看昨天这个投信买 那我们前天就已经买进了 没错 我们已经先坐在学校店了 我们还是一样领先法人 是没错 所以我相信这个后面 还会持续大买 因为创为跟这个原相 都涨超过一倍 那如果说伟权店从低档算起来的话 它股价其实也才涨大概50来%而已 所以还差很多了 所以我相信还有一个补涨的行情 好 那另外呢 昨天也布局档4XXX的IC设计股 昨天找盘买 盘收涨体 哇 4开头的 对那今天早上又涨3.8%又创新高 49XXX 所以我说IC设计就是真的是强项 它的存货也是从16.9亿降到剩6.3亿 我这降了有够多 只剩2.1个月的这个存货 第四季是忘记头片大增30% 明年三绿三升 股价在过去这一年多的相对的低档区 是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涨起来会非常快 非常飙 对那另外一档67XX也差不多 重货从9.58亿降到剩1.31亿 这个降的更离谱 是 手上几乎都没有重货了 那重货剩下0.87个月 第四季也是忘记明年三绿三升 股价也都在过去这一年多的相对低档 所以昨天也是涨停嘛 今天也创了一个短线的高点 是 所以我相信再来IC股会是第四季最强势的新主流 好 怎么跟上来老师 所以呢 我就说标股腰股一棒接一棒 没错 标股涨到最后就变腰股喷出 所以呢 磕桥精湛 大量大赚之后 IC股我们就继续接棒 继续给它腰下去 是 好吧 委权店67XX49XX想要跟上的 那你可以打电话给郑老师 跟郑老师说 我要跟郑老师399 是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带你买最新标股 或者是你可以撕赖郑老师 399 我们一起达成三个月目标99%的获利绩效 IC设计类股就属郑老师最能掌握 如果要跟上最新布局 两档IC设计标股的一定要找操作IC设计类股的高手 毫无疑问 这个就是郑老师的强项了 跟队老师 你就可以财富翻倍了 马上在我们免费Lite留言 我要跟郑老师399 就从现在开始赚 等不及的 如果想马上就赚钱的 欢迎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股市答案周瑞总老师 拜拜